我都没有关系 我每次都没有关系 王清赛 踢球以欺负判定的方式来裁决 我们看这个比赛一开始 我看到现在王清赛 王清赛的这个拳头也刚才接得非常好 你别看他身高并不是很高 身高1米7而对方是1米8 但是他明显他的上肢的力量 拳法要好一个手 动拳选手 看看啊 在这个战力季当中 双方比拼拳法和腿法的时候 非常非常大 非常好一个介绍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五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第一回合打得非常的完美 哎呦 果然王金灿 又一个 又一个 这是凡击打的 严本一红在防守当中 几乎没有进攻的力道 第三次 现在严本一红已经害怕王金灿 看他踢他这个支撑腿 害怕踢得争了又来了 我们刚才还看 严本一红似乎有太拳风格 但实际上王灿 他是真正的 中泰对抗赛当中的表现实力最强的 为周到高手 日本这个严本太拳 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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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第二回合 他进行冷静的分析思考以后 该怎么样来对王金灿 他现在冲了 哦 我就近距离的 对 采用了这种缠暴的方式 对 而且突然有了机会游泳 这个 这个 严本一红 虽然他对我们资料说九岁练练 空手道 但是他在 好了 王马呢 在一瞬间就会爆发 一爆发呢 就会联系的动作会出现 这是一个非常好一个组合 前之家 后打的一个低嫂 这是一个组合 好一个劈腿 哈哈哈 前 前给下劈腿的动作 又是 好了一个劈腿 这个握手拳没打中 一个对方已经倒台了 王金灿现在是步步紧递啊 看看他能一鼓作气 拿下一个Q的成绩呢 今天这个 日本的严本一红 是被打 大傻 很傻 很傻的原因就是说 我的拳打不出来 我的腿 又被扫机之后 他害怕 也害怕 但严本一红这个人啊 在日本拳台上 也算是全球 你听这种武器 他心意 他连续腿就出来了 还有期望 看看结果 这是要参加 这是要参加 参加 要参加 看一红啊 他始终没有用过接腿的这个拳 又有一个 这个右拳 又有一个 紧跟着右拳 右拳的一个白线 对 这回要打倒了 王金灿心里想过 男的还没把你Q吗 这个是要听裁判的 裁判已经警告了他 3 4 4 5 这是 3 硬类 在本场比赛当中的 给对方的 应该是 第三次全球 对手 接下来我们有请安华健 谢谢